好,来,继续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再说一些这个模法方法啊 下边的这几个模法方法啊 我跟大家讲啊 很简单,基本上不用动脑子的 有哪些呢 运算符相关的模法方法 好,来看看啊 这个叫 09啊,这个叫 运算符相关的这个模法方法 什么样,位置参数和关键的参数吗 啥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呢 我没洗脚那个ARGS和KWARGS 你再说一遍啊 你这个脏水泼的是不是啊 唐准兴同学,你这个 哇,天哪啊 我这比斗文还冤啊 待会要下雪了,我跟你说 咱们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函数的一个确认参数 多个参数,可变参数,零四啊 可变参数就是零四这个里边 讲得很清楚的啊 污蔑人啊 你看看你这啊 倒打一耙是不是 我还在呢,是不是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说这个 我一直跟大家开玩笑是吧 有些时候经常说 如果后面的老师问你说这个 星号加ARGS和这个星星KWARGS 这个前面老师跟大家讲过没有 然后你们可以是吧 说没有是不是 但是现在啊 我还在呢 是不是 我给你们讲的都在呢 我肯定讲过啊 凭空物人 物如人清白 是不是 来看一下啊 接着说啊 关于那个星号加ARGS和星星KWARGS 我们你们这个下集再看一看啊 我们后面会用到的啊 来,class来个这个person啊 来一个object 好,我写一下 df刚刚下关线init啊 来个nameage self.name nme等于这个self.age啊 self.age啊 这个name等于name啊 self.age等于这个age 好,那我现在这个写完之后呢 我现在这样写啊 大家看我来一个p1 等于什么呢 person创建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张三 然后来个来这个 来个18 好,那我现在再来一个啊 来了一个p2啊 张三18 大家注意啊 看到没有 现在呢 我来了两个啊 两个对象 一个叫p1 一个叫p2 没有问题吧 好,大家注意啊 注意注意啊 哪写错了 不要凭空侮辱人清白啊 哪写错了 啥意思啊 也腻了 没写错呀 哎,这个name有什么灰的呀 啊 写错了 对不起啊 我看到我错了 OK 我错在这儿 好,我知道我错了啊 刚才写失手了 写懵了啊 行,你们一个个的是不是 刚才我错了 刚才我不是清白的 我是不清白的啊 好,来看看啊 这个name 你看有了 那现在我这个复制了以后啊 这个写完之后 嗯 好,OK 那现在有两个对象啊 我问一下大家 现在有个问题啊 好 p1 p1和这个p2啊 是同一个对象吗 嗯 好 没有污蔑我 我不清白 行了吧 是一个对象吗 不是啊 大家最肯定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大家最爱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 这个代码啊 这个p1等于p1 它做几件事 第一个是调用什么呀 调用这个下关系下关系 你有方法啊 然后怎么样呢 你有方法申请什么 申请这个内存空间 大家注意啊 你p1要申请内存空间 那你p2这样写 它是不是也要申请内存空间呢 明白吗 它也要申请内存空间 那我问一下大家啊 p1和p2有可能申请 同一块内存空间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啊 如果申请的话 那就错了 明白吧 这个这个程序会有问题的 这个是内存里边都错了 不可能啊 不是申付制啊 跟申付制也没关系 没有关系的啊 它不是啊 它俩呢 不是一个空间 写眼看啊 你看 当你写一个一个人 它申请一个空间 另一个人又申请一个空间 他俩的关系就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两块空间 存储的数据 是一样的 没有不 当你不说啊 我们当我们当你明天跟大家讲啊 他俩的话呢 申请的是一样的 没有不 他俩啊 申请的啊 不是申请的这个内存空间是不一样的 但是内存里边填的值是一样的 没有不 就是搞了两块内存空间啊 我们跟大家画一下啊 来 灵魂画手啊 又要上线了啊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内存 内存里边呢 有两块 一块是这个 一块是这个 是不是 然后呢 有两个对象 一个叫P1 P1指向这块内存 然后呢 P2呢 指向这块内存 这两块内存的地址啊 肯定是不一样的 明白不 只不过里边存的数据是一样的 这个叫内蒙什么 内蒙张三 这个叫A级多少呢 A级18 然后呢 这个里边也叫什么呢 也叫内蒙张三 也是什么呢 A级18 他俩之间有没有关系啊 他俩之间 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明白不 就是名字一样 年龄一样 但是不是一样东西 明白不 对这个意思啊 你可以叫张三 我也可以叫张三 你18 我也可以18 是不是 好 就这么一个概念啊 俩不是一个东西啊 不是一个东西 完全两块不同的内存空间啊 他俩之间的关系 就是没有关系 明白不 巧了啊 只是巧了的关系啊 好 OK 这是一个啊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家注意 我们在这个 在我们比较啊 怎么样啊 就是说 怎样比较啊 怎样这个比较 两个对象 是否是同一个对象呢 使用什么呢 他比较的啊 比较的什么 比较的是这个内存地址 可以怎么写呢 大家可以看看 ID 还记得这个ID吧 Print什么呢 来个这个来个 这个来个 呃 零X 来个百分号 X 也16进制输出啊 来个多少呢 来个百分号 ID 来个谁呢 这个PE啊 看看PE的地址 再看看 P2的地址 他俩呢 完全是不同的地址啊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不一样吧 这大眼一看就不一样 是不是 EC啊 C8 然后ED48 不一样吧 哎 两个啊 不一样 申请的内存大小 这个不用管啊 申请的内存大小不用管 这个地方的内存管理的事 不需要我们考虑啊 他是很底层的东西了啊 他两个不是同一块内存啊 比较两个对象 是否是同一个对象 其实就看他的内存 是否一样明白不 好 这么一个概念啊 然后呢 大家自己有一个运算符啊 叫身份运算符啊 身份运算符 叫什么呀 Ease啊 叫Ease啊 可以用来干嘛的呢 可以用来判断啊 两个对象是否是同一个对象啊 就是是否是同一个对象 就是看他是否在同一观点的地址啊 PEEase P2 它是一样的吗 来运行一下啊 大家走 False看到没有 他这不再同一块内存啊 这个结果呢 就是False啊 好 这是一个 没有问题吧 好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再注意一个啊 大家注意 我现在这样写啊 注意看这个啊 来个这个叫 Numbers1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123 好 然后再来个什么呀 Numbers2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123 好 我问一下大家 Numbers1 Ease 这个Numbers2 它俩是一个东西吗 这个结果是处还是False呢 这个结果是处还是False呢 它俩是不是同一块内存呢 来运行一下大家看啊 它俩也不是同一块内存啊 这是有两个列表 只不过两个列表里边存储的数据是一样的而已 没有 所以是False 有的同学还是说处啊 它是False啊 不是处注意看啊 杨龙同学是吧 这个地方它是False啊 不是处 它俩呢 也是两个两个不同的这个内存空间 不同的空间 存的这个数据是一样的 仅此而已啊 它俩是两个不同的内存空间 不同的两个对象 这个大家要知道 没有问题吧 好 注意一个这个情况啊 好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再注意一件事啊 我如果这样写啊 Numbers1等等于Numbers2.print 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个会怎么样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走 这个就会什么呢 大家看这个结果就是处 看到没有 这个结果呢 就是处啊 好 为什么它又处了呢 好 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概念 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这个意思啊 意思呢 比较什么呢 比较两个对象啊 比较这个两个对象的这个内存地址啊 它是用来比较内存地址的 那这个什么呢 那这个等等啊 是比较什么的啊 比较这个值的 值好 那这个里边呢 很有意思了 是不是啊 好 那这个按照我们这个经验总结 按照这个经验总结的话 我们打印象 P1等等于P2.print 那这个结果的话 它是处还是false呢 嗯 这个是处还是false呢 大家觉得 P1等等于P2 是处还是false 来我打印象 这个 我们写下 这个P1这个E字P2 然后来个逗号 然后再来个什么呢 P1等等于P2 然后来个逗号 看看这两个结果啊 P1等等于P2的结果 是处还是false呢 false false 当然有同学说 认为处是不是 我们来语言一下 走你 大家看啊 这个结果 P1一直P2的结果是false P1等等于P2的结果 也是false啊 大家注意 为什么呢 哎 不讲道理了 是不是 来我看看 有几位同学答错了呢 来看看 毕嘉宁同学答错了 五月峰同学也答错了 然后这个 好 剩下的同学呢 都还答到可以啊 没有错啊 很好啊 哎 杨荣同学这回答对了 是不是 杨王同学答错了 是不是 好 OK 我们看看 这个为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呢 大家注意啊 其实这个在哪呢 在于这啊 这个等等 真的是比较值吗 其实不是啊 等等不是比较值 我们从表象上 表象上来看 是比较值啊 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会怎么样的 会 调用啊 这个对象的什么呢 下关键下关键 EQ方法啊 啊 获取什么呀 获取这个方法的 这个方法的这个 结果啊 比较结果 比较 结果 啊 啥意思呢 其实等等啊 它我们表象上来看 是看这个值是否相等 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的啊 懵的是吧 猜错 你猜对了 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啊 猜错了 也没有什么 觉得不好意思的啊 好 来大家看看啊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它呢 等等于我们看着是 感觉是比较值 其实不是的啊 它其实呢 是掉这个EQ方法 掉EQ方法 干什么事呢 像列表啊 这个list 我们有没有自己写的呀 类似的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吧 你看这个类啊 类似的这个类呢 不是我写的 也不是你写的 它是谁写的呀 是系统自己写的 没啊 不 系统在写的时候 会重写一个方法 这个里边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 在这个方法 看到没有 会重写这个EQ方法 看到没有 它会重写这个EQ方法 把这个方法写一下 然后这个EQ方法 会干什么事呢 它会把这两个数据啊 一个一个比较 一个一个比较 如果你们都相等 就返回处 只要有一个不样 结果就返回force 明白吧 好 那其实呢 大家要注意啊 等等的这个 等等啊 其实本质上啊 等等 其实本质上 比较的是EQ方法 那这么说啊 大家看啊 这个P1 等等于P2 其实就是怎么调的呢 哎 本质啊 是调用P1的哪个方法 那第二 EQ啊 这个方法 然后呢 把这个P2传进去 明白不 它是调这个EQ方法 那这个EQ方法啊 它默认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EQ方法啊 如果 不 这个 不不不不 自己不重写啊 不重写 它默认是怎么样的 默认比较的 依然是什么呀 依然是这个 内存地址啊 内存地址 好 那这个时候 我怎么样 我说我现在让你怎么样呢 姓名和这个年龄一样 我就认为你俩是 这个等等的结果是 处怎么做呢 啊 其实你知道这个原理的就可以了 DF刚刚EQ啊 好 来一个 print吧 这里边写什么呢 这个叫 EQ方法被调用了啊 好 OK 那我们看看啊 那现在呢 这里边的order啊 我们写个order等于 order这个等于 就把这个order给它打印一下 可以吧 来我们看看 这EQ方法会不会被调用呢 我们写了P1等于P2啊 来运行一下啊 5点 5的这个4点50下课啊 下课之后 大家休息几分钟 然后再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 这个时候P1等于P2 它现在告诉我什么呢 告诉我这个A直接调了P1 怎么这个EQ方法被调用了 看到没有 然后呢 order这个order等于谁呢 这个order等于的内存地址啊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内存地址是EF08 EF08其实是谁啊 EF08我们刚才打印过地址 是不是这个啊 变了啊 这个地址会变 EF08其实就是我们这个P2吧 看到没有 所以它会直接怎么办呢 会把这个P1等于P2 会把这个P2啊 传给这个order 明白不 然后被调这个EQ方法 然后呢 这个大家看 我又打印这个P1等于P2这个值 P1等于P2值 怎么得变成难了呀 怎么就变成难了 嗯 怎么就变成难了 大家知道吗 因为啊 很简单 我们说了 这个等等于 它做的这个结果呢 本质是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怎么样呢 获取了这个方法的返回结果啊 获取这个方法的返回结果 你看看啊 这个EQ方法 你现在有返回值吗 有没有写返回值啊 没有return一句 没有return一句 它就返回什么呀 就返回的是这个难民 那现在呢 你可以给来个return一句 那我们这个怎么样写的呀 如果姓名和年龄相等 返回这个处是不是啊 如果self.name等等于什么呀 这个self指的谁呢 就是 p1.eq是不是啊 那这个self 谁调的这个EQ方法呢 p1调的 那这个self指的就是 self指的就是p1 那这个p2传给other了 这个other指的就是p2啊 self.name等等于这个 other.name and 并且怎么样呢 self.age等等于 other.age 它怎么样呢 return一个数是不是啊 else认为什么 return一个false f-a-l-s-e 这个else可以省略啊 这个地方可以不写else 因为什么可以不写呢 这个else你写不写 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走了这个啊 return的话是不是表示函数结束啊 表示函数结束 那如果你写完这个 它结束了就不会走这个了 明白吧 那如果走了这个 上面就说明它没走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else呢可以不写 然后呢把这个语句啊 往前前置一下 写成这样是可以的 明白不 好 那这个代码呢 还能够减写 怎么样减写呢 如果你是true 我就返回true 如果你是false 我就返回false 那是不是就返回你啊 看到没有 如果判断条件是true的话 我就返回true 如果判断条件是false 我就返回false 那我可以怎么写啊 直接就这么干啊 来个return谁啊 seaf.name 等等于order 等等于order.name andseaf.age 等等于order.age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能看到明白吧 现在就可以了 如果我现在写你看啊 现在p1 等等于p2 是不是就出了呀 那我们现在再来个段呢 再来一个这个 再来一个p3吧 p3他叫什么呢 叫他他多大的 爷要张三 他19岁啊 那我们看看啊 p1啊 等等于p3 这个结果就是什么样的呢 来运行一下啊 走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false了呀 这个结果就是false了啊 那你现在这个做的时候 他拿p1的名字和p3的名字比 p1的年龄和这个p3的年龄比 如果他们之间相等的话 那就反为数 否则的话反为false 没有问题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等等啊 它的本质啊 本质呢 其实是调这个eq这个模仿方法 明白不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模仿方法啊 这个呢 大家今天这个预习一下 你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虽然多啊 但是都很简单 虽然多都很简单啊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看一下 明天呢我们接着讲 我把这个呢 跟大家暂停一下啊